大導演侯孝賢的新片刺客念影娘 拿下了坎城音展最佳導演獎 舒奇說侯導讓她對武俠片有了新的領悟 而拍攝期長達七年的刺客念影娘 總共用掉了四十四萬尺的底片 最後剪掉一大半剩下一百多分鐘 舒奇說侯導是用底片幫他們練功 而侯導自己說小時候大量的閱讀 才能夠造就今天的侯孝賢 如今劍術已成 而到興未堅 經頌如反衛 殺入表兄 田濟安 那位黑衣女子 是李兒促居時撞見嗎 妖器 是妖器 她就是要揮住她的籃子出現 要我死的明白 電影刺客念影娘 助侯孝賢拿下六十八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 也成功創立侯氏武俠世界 我們早上四點就起來了 在一片霧茫茫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沉露吧 對 它的霧很低 我雖然只在四米的樹上 可是我眼睛是要閉起來的 閉起來一 啪啪啪就要跳下去 可是 那眼睛一睜開 跳下去 中間隔了一層霧 那個感覺是特別恐怖的 因為你會覺得下面有怪物 如果我一起在那裡 那個真的是很恐怖的 然後 侯導的要求是 就是一起來眼睛一看到 啪 所以我就 一打開眼睛一看到 就 就下去了 記者會上 舒淇分享一場凌空 從四公尺高的樹上 一躍而下的戲 讓有懼高症的她吃足了苦頭 儘管心裡早有準備 但要一個盡頭 在山路樹林間 吊著鋼絲跳上跳下 還得一邊演戲 她當時的心裡是這樣想的 然後佛導就在旁邊說 你要那個 縮小腹 然後用膝蓋彎曲 她就在那邊 這個 你看 你看 你那個膝蓋要有嗎 要這樣 我就心裡頭 一陣風會死 你來啊 等到我去完 看城 看完片子之後 所有的 我掉尾牙 360度旋轉啊 跳啊 飛啊 跳啊 啾 那些 全都被剪掉了 拍攝期間 用掉了44萬尺的底片 侯孝賢大刀一揮 最後只留下 100多分鐘的精華 剛剛佛導拍攝 我覺得她就是 一直在拿真實的情況 真實的底片 然後在訓練我的武術 在訓練我的功夫 所以一件出來的 動作的那些場面 就是真正的高手過招 又讓我 有對武俠片 另外一種新的 了解 你們看到就是我一樣 我感覺很棒 真的 那100多分鐘 真的非常棒 拍片的前期 侯孝賢會準備歷史 唐傳奇 日本武俠小說給演員 讓他們透過閱讀 對角色有更深刻的認識 這也跟她的童年很有關係 原本是和哥哥比賽 誰看小說看得快 變成了喜歡看書的習慣 侯孝賢從武俠類 看到言情類 大量閱讀之外 她也大量看電影 那時候就是在鳳山 三家戲院 都還要對著 阿伯阿伯阿伯 阿伯阿伯 拉人家的衣服 阿伯阿伯 手還不來 有時候人家會帶 有時候不會帶 那出動的時候 就跟一個阿雄 就開始弄假票 沒有錢 也要用盡方法看電影 侯孝賢認為是閱讀教育了她 使電影開啟了她的想像力 今天假使我沒有童年那一段 整個身上過程那一段的話 我也不可能 今天還在拍這首片 我們拍的角度跟什麼 這個是 絕對是從小養成的 那假使你又看書這個習慣的話 也是不會有今天的我 由舒淇飾演的唐代傳奇 女刺客聶影娘 和張震飾演的梵主田濟安 兩人雖然是青梅竹馬 卻必須面對殘酷的刺殺任務 舒淇第三度和侯孝賢合作電影 也創下投入角色時間最久的一次 坦言壓力真的很大 我覺得是讓我比較驚訝的是 Hoda希望她 是一個比較深層的一個人 她沒有任何的表情 附在她的臉部上動作上 包括心體上 可是她是要有感覺的 就是你要怎麼樣非常的悲痛 但是卻要沒有眼淚 又不能讓人家看到你的眼淚 可是你要讓人家覺得你很難過 說來都難度很高 因為這樣最素樸 然後演員知道劇本 直接去面對 其實這個過程 我不知道他們演得怎麼 他們應該會感覺蠻過癮的 侯孝賢將唐代小說立體還原 完成了一出醞釀幾十年的烏霞夢